在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時候 就非常喜歡看MOTO GP 每次看他們騎重車卡普 就覺得超熱血 讓我好想趕快騎到機車跟重車 但礙於年齡的關係 當時只能坐在我爸的機車上 轉龍頭吹油門過過癮 每次去佳樂福 一定會跑到遊樂場裡面的重車遊樂設施上 玩一波 家人不給我玩 我以為就直接在地上哭 鞋口 跨坐上去的那一刻 就覺得自己是GP選手 每個彎都自己壓得很好 事實上是瘋狂外拋 不得不說壓下去拉回來的那個回規感 真的是很爽 而且還不用怕甩死 到現在都還是記得那個感覺 我們家門前是一條有恩之彎的巷子 在某一天我爸幫我買一台 後輪輔助兒童腳踏車之後 我每天都是給他騎爆 儘管沒有追焦手 恩智彎還是瘋狂來回說 祝誰 就是給他做到緊繃 幹 被臭歪了 我跟你講 上國中後拿到了人生的第一台智慧型手機 我拿來玩神魔 滑FB 和看新聞 新聞常常會看到車禍報導 然而大家都知道 有些新聞台非常會下標題 觀念錯誤的標題 歧視機車的標題 年齡層低沒有判別能力 思考簡單的人就會覺得 騎機車很危險 什麼都是機車的錯 當時看標題 就不去思考到底是誰錯的我 也就這樣 開始被洗腦帶風向 覺得騎機車很危險 再加上父母 總是對我們說 長大要買汽車買房的洗腦 我漸漸的 對騎車不再感到興趣 每當家人談騎機車 我都會跟他們說 我以後都不會騎 上班呢 就搭公車搭捷運去 高山有些人開始騎機車 我也不覺得羨慕 我對騎機車 不感興趣到什麼程度呢 當時他們在路上 看到Jet 近站 Many 都講得出來 但我一個都認不出來 連Kinko Yamaha都不知道 那是什麼樣的契機 讓我開始想騎車呢 就是 升大學入宿的第一天 因為缺血東西 想去加勒服買 但當時完全不認識室友 只能硬著頭皮 從宿舍走去買 我走著走著 越想越不對勁 只叫到北極發遠 來回走了快一小時 在這之後我就想說 靠北不行 我一定要有一台機車 所以呢 我就先去報考了機車駕照 但重點是 我完全沒練習入考 就去考了 可想而知就是 兩個禮拜以後 兩個禮拜以後 我重新考了一次 雖然說是過了 但基本上 算是用雞腿換 上路後 肯定是三保一枚 之後就是選車的環節 因為考試時是用朋友的VGR 所以就決定買VGR 對 就是這麼簡單 後面發現 其實覺得好像比較香 開始上路後 果然沒錯 瞎雞巴亂騎 雙白線亂跨 遇到微停不堪路直接切 右轉不讓行人 亂騎人行道 亂停人行道 但騎在路上的時候 我開始覺得 騎車好像也沒有那麼危險 危險的其實都是人吧 是那些像我剛開始一樣 瞎雞巴不守規矩的人 還有那些不等執行車 不懂路權 不懂stop sign 和愛微停的人 關注台灣交通前 總覺得在台灣騎機車很難騎 會被教痛步洗腦洗得很嚴重 總是靠右騎 遇到微停又要閃 騎到慢車道 就會覺得有人要逼車 騎到進行機車道 就會覺得是犯了 滔天大罪加公共危險罪 每次要左轉 都乖乖跑去帶轉 就算沒有格子 沒有狗牌也一樣 當然 自從關注台灣交通以後才發現 原來不用像狗一樣 騎在右邊 等著被突然衝出來的狀 原來不用像狗一樣 騎在右邊等著被開車門的擊落 原來我之前連正常的左轉都不會 原來進行機車這麼的北騎 原來之前我被洗腦洗得很徹底 原來台灣交通是這麼的落後和不文明 那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擋車的呢 就是在大一的某一天 騎擋車的室友突然問我 你對擋車有沒有興趣 我才稍微去關注了一下 看到R15之後 不得了 這不是我小時候最愛的重車外型嗎 從這之後 我對騎擋車的欲望 越來越強烈 某一天 朋友坐了一台R15 我練了將近有三個小時 手曬得超黑 還破皮 我自己在輪胎成租過FZS R15 小阿魯 MSX MT15 CBR150後 我非常著急想要入手小阿魯 不管怎樣就是小阿魯 但幸好沒那麼早買 因為看到了ES哥哥的09V 我已中了MT系列的毒 所以就有了這一台 朋友們一個接一個拿到重車駕照之後 都問我 阿你怎麼說要考 我都跟他們說 沒有你寫考 我都跟他們說 阿我要他們要騎 幹嘛考 其實呢 就只是太懶而已 我就懶 就在一月 一個十年好友 跑來問我要不要一起考重車駕照 對就是那個長白小姐姐 我説好 但因為真的太懶 也是拖了很久很久才去報名 跟腳資料 最後呢 我們選在鳳山的大發考 欸 你們都會想說 第一天怎麼不見了對吧 呃 因為我想說第一天應該是坐著聽課 可能會很無聊 所以我就沒來 就那天是在教導車浮起 現在呢 教練好像是在說明流程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然後呢 我的GoPro 就這樣換去關掉 你拿步 沒有記錄而已 記錄而已 記錄而已 想太多 因為是第一天練習 所以還不用打方向燈 啊在考試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說明哪邊要打 我還記得這裡 因為是第一次走平衡幾秒 所以超級錯啊 一直狂抖 啊第一天練習還不用走緣緩 呃 因為太晚來 所以是練習兩次就下課 嗯 剛睡醒喔 對 昨天有點晚睡 夜深了 對啊 夜起喔 不是夜 就 是看電腦 蛤 蛤 一年前嗎 是 是 當行車記錄器喔 還是有在拍 是 是有在拍 蛤 叮 叮 沒巴拉 打方向燈按到喇叭 我打方向燈一直按到喇叭 好 沒關係啦 我會扣分啦 我還會面孔會被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圓緩練熟了之後 只有想開始調皮了 想要加速 挑戰壓更低啊 有兩次機會而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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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側柱 回 空檔 拔動 確認前後煞車 打 左燈 左右看 慢慢起步 左右看 這邊就是升到三檔 然後 擊煞停車 要超過25才算過關 好 打左燈 等前面的人到下一關 你才能起步 左右 擺頭 一樣打左燈 等前面的人 好 擺頭 好 上平衡7秒前 一定要確定前面的人 已經過完第二個圓環 在我號碼前面 就有一個普通工 沒有等 然後兩個人就差點裝在一起 嘿 到這裡差不多就可以出發囉 記得左右擺頭 記得左右擺頭 下去之後 打左燈 出來之後 打右燈 等這個閃完就可以起步囉 請記得 別太高興了 忘記擺頭和打左燈 輕鬆過關 好 駕照出來了 現在就是要去領 教練說8點50錢可以領 跳搖 現在已經二十幾分了 速度速度 速度 速度與其成就 45分45分 所以還有五分鐘 一起進去 教練好像就已經看到我 我走過去的時候 他已經把駕照準備好了 牛逼啊 你要幫那個領 他沒有來喔 我以為他來 那還是 你會順路嗎 可以幫他領嗎 你會順路嗎 是沒有啊 我可以改天再給他 看你啊 好啊 他已經出來了 檢查按一按就知道了 所以沒有帶托也沒關係 好 要看資料對不對 好 問一下你這個是裝 GoPro GoPro 對 網紅嗎 蛤 你是網紅嗎 還好 兩萬訂閱而已 喔兩萬訂閱是什麼 我來訂閱一下 你是在做什麼 這是 3